各位兄弟兄姊妹早晨 我是麥全道 我們又回來每個星期 主要學課堂的時候 今個星期天氣明顯冷了很多 大家記緊要穿多件衣服 就算你不太覺凍 但也穩陣些 把衣服在附近 當你一覺凍的時候 其實可能已經太遲了 特別是我們在疫情裏 一定要好好保重身體 一點點病都很麻煩 因為你去看醫生的話 你會陷入一個困難的裏面 我們都繼續為我們的疫情討告 繼續為我們未明朗的總統選舉去祈禱 也都為很多人的心 我們在這段時間都有憂慮牽掛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仰望上帝 今天我們開始主要學之前 我們為這些事情去祈禱 我們一起祈禱 天父上帝主多謝你恩典 你給我們一個美好的早晨 雖然天氣寒冷 但是我們在家裡安全的環境裡面 我們都有溫暖 這個是你供應我們的需要 上帝我們感謝你 求你去眷顧那些可能是露宿在街頭 或者是家裡不得到溫暖的人 天父求你與他們同在 去幫助他們 亦激發我們的愛心 努力的去服侍 去幫助身邊有需要的人 我們互相的去幫助 互相的去扶持 天父我們繼續為我們面對的疫情 差不多已經過了一年的時候 我們仍然沒有辦法 去將這個疾病去控制 天父求你加添我們的力量 讓我們在這段抗疫的期間 我們更加有心有力的 努力的去面前的生活 有時候都會感覺到很疲倦 但是上帝求你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心裡面有平安 讓我們互相的去照料 也都給那些研究疫苗或者是醫藥的 讓他們有聰明有智慧 也都讓他們懂得尋求你 天父我們真的需要你 需要你潔淨這個大地 讓我們重新的去依靠你過我們每一天 天父求你都顧念到我們美國總統的選舉 到現在都仍然是未明朗 在這些要去做點票 要去重新點票 有很多的工序 很多的法律程序的時候 讓在當中的人 讓他們真是忠心於他們自己的工作 讓他們真是努力的去面對著一個社會的公義 去努力 天父求你與他同在 求你掌管這些事情 讓我們真是在當中 我們真是去尋求到 究竟我們國民的意願是如何 但是上帝我們更加在這段時間 我們要將我們的心去歸向你 無論前面的路或信或譯 或者是如願的 或者是不如願的 我們都知道在上帝你的手當中 我們依靠你的人 我們得到平安 求你幫助我們 賜給我們力量 我們在這個不信的世代裏面 我們努力的去見證 你才是我們的上帝 你才是真正的主在 天父求你帶領我們 我們今天的主要學的課堂 我們恭敬交在主你的手裏面 求你賜給我們智慧 我們會看見一些奇幻的事情 會看見上帝你一些行過的神跡 讓我們打開我們的眼睛 去看見上帝你的作為的時候 我們更加對你有信心 更加有堅持 我們這樣祷告奉耶穌的名靠 阿門 好了 就好像我剛才祈禱裡面所提及的 今天的課堂呢 我可以說是這個 列王紀相這麼久以來是最奇幻的一次 因為所發生的事 就不是很合乎我們現代人想的常理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是神跡 這些是上帝親自做的事情 那麼我們呢 當我們去上星期我們看見 烏鴉會去供養這個以利亞 以利亞又順服上帝住在寡婦的家裡 每一日住在那裡 寡婦也都有油有麵粉去做餅給他們吃 那麼這個是上帝奇妙的供應 那麼如是者呢 以利亞就住在那個地方三年 就每日上帝去供應她 那麼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那麼我們今天呢 就會在列王紀相第十八章 我們一起去看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首先去了解以利亞的時候 我們更加要留意的就是先知究竟是什麼呢 那麼我們可能會有些人會記得 我們會聽過有些叫大先知 有些叫小先知 大先知書、小先知書、以塞亞書那些大先知 其實這個是很久以前的一種說法來的了 其實現在已經不會再把那些先知分為大小的 通常以前怎樣分為大小的 書卷比較長一點 好像以塞亞書那麼長就可以叫大先知 那麼今天我們提到這個以利亞呢 他做的行的神跡歧視 我們都會稱它為大先知 那麼但是呢 我們要記住一樣的就是 不會再有大小先知的分別了 每一個都是先知 只不過呢 有些先知書的篇幅比較少一點 這樣解的而已 他們在神的面前呢 都是同一個角色 他們呢 是代表上帝發言的 講什麼呢 可以是講預言 可以是講一些警告的說話 可以是講一些勸道的 做一些勸道的工作 那麼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監督百姓呢 去遵守上帝所建立的藥 其實呢 就是提醒他們 提醒他們 提醒人民百姓 或者是君王 上帝和他們立了藥的 屬於上帝的人 要守上帝的藥 第三方面呢 就是指出那些拜偶像 和不公義的事情 就是他們生存的社會裡面 遇到不公義的事情 才會出聲的 當他們遇見一些偶像崇拜的 才會出聲 去責備他們 去禁止他們 而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勸戒人 要悔改 重新的 回到上帝的面前 那麼當我們這樣聽法的時候 其實你會不會發覺 咦 先知和現在我們有一類人 很相似的喔 我們和現在有一類人呢 做的事 行事為人呢 是很相似的 你想想到是哪類人呢 啊 沒錯啦 就是每一個基督徒啦 我們很多時候會想 啊 當然是牧師是先知啦 當然是傳道人是先知啦 但不是 其實每一個基督徒 在現代的世代上面 都有這個先知的角色 我們呢 都會向人去講福音 都會向人呢 去分享聖經 這個是代表上帝的發言 我們說 啊 耶穌回來了 他將會呢 在十字架上的拯救呢 是會令到我們呢 是跟天父一起 在天國的裡面 這個其實就已經是預言了 叫那些人呢 趁著有機會的時候 信耶穌 這個呢 已經是一個警告了 耶穌的審判會來了 勸那些人呢 去倚靠上帝 在人在困苦的時候 你祈禱啦 其實這個也都已經是先知的角色 另外一樣東西啦 就是監督 百姓去遵守上帝所立的約 其實每一個基督徒 的責任都是 互相的去提點 我們屬於上帝的人 我們要去守上帝 和我們之間的約 第三部分呢 面對著那些拜偶像的人 或者社會上不公義的事情 基督徒同樣會發聲 同樣呢 去說出來 哎呀不對啊 這些事情 政府不可以這樣做這些決定 這些決定呢 違反了和上帝之間的關係 違反了聖經的原則 那當然自然呢 就去到最後了 就是勸戒那些人悔改 做錯了 我們要改變 可能很難 或者甚至乎沒有機會 去跟君王說他做錯些什麼 但是呢 你總有不同的機會 跟一些領袖 可能家庭的領袖 可能是公司的領袖 可能是教會的領袖 告訴他 哎呀 我們做錯了 我們要悔改 我們要重新的回去上帝的面前 回到律法書 即是託拉 當然 以前是說摩西五經 我們現在所理解呢 就是聖經 回到聖經的原則 其實 先知的角色 在現代 是放在每一個基督徒的生命裏面 我們其實 都有著先知的積分 那好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可以知道了 原來呢 不只是傳道人和牧師呢 才有先知的角色 又或者甚至乎你覺得 啊現代好像沒有先知了 不是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屬於上帝的人 就是有這個先知的積分 在我們生命上面 好 那就話說回來 我們回到以利亞的故事了 他就住了在這個寡婦家裡 就住了三年 每一天呢 就經歷上帝供養他們 供養寡婦 供養她的兒子 供養以利亞 直到上帝今天呢 再次呼召以利亞 去見阿哈王 我們一齊讀第一節 過了許久 到第三年 耶和華的話 臨到以利亞說 你去 使阿哈得見你 我要降雨在地上 以利亞就去 要使阿哈得見他 那時 撒馬利亞有大饑荒 阿哈將他的家宰 俄巴底照了來 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華 夜洗別撒耶和華眾先知的時候 俄巴底將一百個先知藏了 每五十人藏在一個棟裡 拿餅和水供養他們 阿哈對俄巴底說 我們走遍這地 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邊 或者找得著青草 可以救活雷馬 免得絕了生畜 於是二人分地遊行 阿哈獨走一路 俄巴底獨走一路 過了三年 上帝的說話 臨到以利亞 就叫他 你去了 要去見王 見當時的阿哈王 告訴他 上帝要重新降雨水到地上 以利亞就去找阿哈 當時遇到饑荒的時候 阿哈就跟俄巴底 是另一個上帝的使者 出去找水 於是遇到以利亞 俄巴底就把這些事情 說了給以利亞 本來他就叫他 你不要去找阿哈王 但以利亞就說不行 是上帝吩咐我去的 我一定要去見他 於是輾轉之間 我們去到第十七節 阿哈就見到以利亞 我們一起讀了 第十七節 阿哈見了以利亞 便說 使以色列遭災的就是你嗎? 以利亞說 使以色列遭災的不是我 乃是你和你父家 因為你們離棄耶和華的界明 去隨從巴力 現在你當差遣人 招聚以色列眾人和 侍奉巴力的那四百五十個先知 並耶洗別所供養 侍奉阿謝拉的那四百個先知 使他們都上加密山去見我 於是 以利亞見到阿哈的時候 就馬上跟她說 阿哈就說 我文明不如見面 終於見到你了 令到以色列受到災害 罕災的是不是你? 以利亞就說 不是我 是你 因為你離棄了上帝 你去跟從了巴力 這個偶像 所以 以利亞就跟她說 你要帶上 侍奉巴力那四百五十個先知 和耶洗別 即是阿哈的太太 所供奉 供養的阿謝拉的那四百個先知 於是 總共多少人 八百五十個先知 去加密山上 建以利亞 建以利亞做些什麼呢? 我們一起看下去了 阿哈就差遣人 朝聚以色列眾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 以利亞前來對眾文說 你們心詞兩意要到幾時呢? 若耶和華是上帝 就當信從耶和華 若巴力是神 就當信從巴力 眾文一言不答 以利亞對眾文說 做耶和華先知的只剩下我一個人 巴力的先知卻有四百五十個人 當給我們兩隻牛毒 巴力的先知可以挑選一隻 切成筷子放在柴上 不要點火 我也預備一隻牛毒 放在柴上 也不點火 你們求告你們神的名 我也求告耶和華的名 那降火顯應的神 就是神 眾文回答說 這話甚好 這裡發生了一個擂台的比拼 就在加密山上 以利亞叫阿哈帶她的先知來 一人分一隻牛 有兩隻牛 每邊就是一隻牛 然後巴力先知就選她自己喜歡那隻 切成一塊塊 放在柴上 但不要點火 以利亞同樣地 都預備一隻牛 都是切成一塊塊 都拜在柴上 不要點火 然後各自求自己的神 巴力的先知就求巴力 以利亞就求告耶和華的名 看看哪一個神是真的 就會將火燒毀了整個祭壇 燒了上面的牛 這個比試就是看看 哪一個神真是回應祈禱 降火去燒毀這個壇 去燒了壇上的祭物 那一個就是真神 這個比試就很公平 聽起來兩邊各自有一隻牛 各自一個壇 巴力那邊的先知有四百五十個人 但上帝那邊只有以利亞一個 我們繼續看下去 以利亞對巴力的先知說 你們既是人多 當挑選一隻牛毒 預備好了 就求告你們神的名 卻不要點火 他們將所得的牛毒 預備好了 從早晨到午間 求告巴力的名說 巴力亞求你應允我們 卻沒有聲音 沒有應允的 他們在所足的壇 四圍擁跳 到了正午 以利亞氣笑他們說 大聲求告巴 因為他是神 他話默想 或走到壹邊 或走路 或睡覺 你們當叫醒他 他們大聲求告 按著他們的規矩 用刀槍自割自刺 直到身體流血 從午後直到獻晚祭的時候 他們狂呼亂叫 卻沒有聲音 沒有應允的 也沒有理會的 我們讀到這裏 嘩 這一個對決就開始了 由早晨到午間 巴力的先知 就一直向巴力去求 一直用他們的方式 又跳 又叫 又跳舞 又大聲地去呼求 又用刀他們的方法 用刀 用槍 自己刺自己 拆到全身流血 這個是他們那些 敬拜巴力的規矩來的 伊利亞就 疾他們 就說 快點大聲點說 你說巴力是神 可能他走了 可能他在想事情 可能他走到另一邊 聽不到你說話 或者睡了覺 你叫醒他 用很多氣笑的說話 去跟巴力的先知去說 然後 什麼都沒有發生 碳上面的牛 繼續是放在那裡 沒有火 沒有任何動情 我們繼續看下去 伊利亞怎麼跟人民說呢 伊利亞這邊的壇又怎麼做呢 第三十節 伊利亞對中文說 你們到我這里來 中文就到他那裡 他便重修已經毀壞耶和華的壇 伊利亞照雅各子孫之派的數目 取了十二塊石頭 用這些石頭為耶和華的名捉一座壇 在壇的四圍滑溝 可用谷種二世雅 又在壇上擺好了柴 把牛毒切成筷子放在柴上 對中人說 你們用四個桶盛滿水 倒在梵祭和柴上 又說 倒第二次 他們就倒第二次 又說 倒第三次 他們就倒第三次 水流在壇的四圍 溝裂也沒了水 到了獻晚祭的時候 先知伊利亞近前來 說 阿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的上帝 耶和華 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 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行這一切事 耶和華 求你應允我應允我 使者民知道你耶和華是上帝 又知道是你叫者民的心回轉 於是耶和華剛下火來 燒盡繁製木柴石頭塵土 又燒乾溝裏的水 眾文看見了 就俯伏在地說 耶和華是上帝 耶和華是上帝 以利亞對他們說 拿住巴力的先知 不容一人逃脫 眾人就拿住他們 以利亞帶他們到基順河邊 在那裡殺了他們 好我們讀到這裏 嘩發生的事情 就奇妙了 這個我可以說是 在舊約當中 繼這個摩西出埃及 帶領以色列人 拾災過紅海等等的神跡之後 其中一個非常之巨大的神跡 是一個正面的 去和另外一個偶像 去上帝的爭執 以利亞呢 不單止在壇上面 就這樣捉了壇 擺好切成塊的牛毒 然後呢 還要呢 在壇上面 就挖了四面 就挖了些溝 挖了一條渠 挖了一條渠 倒滿了水在壇上面 壇上面有水 倒一次不夠 倒兩次 倒第三次 壇上面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濕了 水呢 就留在壇的四圍 那些坑呢 全部滿了水 那到獻晚祭的時候呢 伊利亞就向上帝去討告了 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 耶和華今天呢 你要使人 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 也都知道呢 他是奉耶和華的名行這一切事 那於是呢 上帝聽完這個祈禱之後 即刻就降火 燒盡了這個梵祭木柴石頭 那麽你好像看到隔壁 那幅圖一樣 那麽火呢 在天上面那裡降下來 就燒乾了所有的東西 連所有的水都乾了 眾人看見就俯復在地上 敬拜上帝 這個真是上帝了 於是呢 伊利亞就跟他們說 跟他旁邊的以色列的百姓說 要抓住巴力的先知 不可以任他們逃走 要全部呢 在大道去基順的河邊 全部處決了他們 上帝呢 藉著伊利亞在阿哈王 和巴力先知面前 行了一個極大的勝利 和一個的榮耀 這個正面的對決呢 就是繼這個耶利哥城的戰役之後呢 是一次很奇妙的神職的勝利 在先知伊利亞的身上 我們看到他對上帝的信服和忠誠 在過去的日子 那三年的等待裡面 他依然的去警醒 在仇敵的面前 他毫無懼怕 因為他認識過一個呼召他的上帝 他認真的經歷過上帝 怎樣供應他 怎樣充滿能力 行歧視的上帝 於是呢 他帶著這一份的信心 就去到仇敵的面前 去到敵人的面前 做見證 上帝我就要在這裡 行這個的見證 等所有人知道 是你才是上帝 等所有人知道 是你 叫這些百姓的心 回轉 今天 我們同樣地 和伊利亞一樣 相信我們的上帝 同一個的上帝 我們相信那個上帝 能夠戰勝邪惡勢力 他是能夠扭轉困局的 縱使有艱難 人體來 沒有科學根據 不可能的事情 壇濕了 滿了水也好 上帝都能夠用天火去燒盡他 能夠扭轉困局的上帝 更加是能夠拯救生命的奇跡 我們能不能夠這樣相信呢 世界上最難的事情 你猜是什麼事呢 其實就是人的心要回轉 人如果要硬頸起來 我們沒有辦法去三言兩語 或者幾個道理去改變 但是上帝的大能就可以了 包括我們自己一樣 我們不願意降伏在上帝面前的事情 我們能夠藉著上帝的大能 能夠改變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同樣地 我們一樣經歷著 上帝改寫著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的故事 以致我們先能夠擔起這個先知的積憤 在這個最大惡極的世代裡面 我們指示身邊的人 指示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家庭 我們身邊每一個的朋友 弟兄姊妹 上帝的拯救 要臨到 上帝的救恩是存在 我們要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去敬畏他 去相信他 去知道耶和華是上帝 為低頭祈禱 天父上帝 你行這個神跡 在伊利亞和巴力先知的對決上面 你讓當時的人 完完全全的降伏 他看見這些神跡的大能的時候 他們覺得上帝你的偉大 看見上帝你的榮耀 看見上帝你的權能 同樣地 今天我們生命被主來改變 被你的恩典拯救 這一個都是我們自己個人生命上面 偉大的神跡 天父就求你幫助我們 在這個絕望的世代裡面 讓我們做好我們的見證 我們曾經經歷過你的愛 經歷過你的激勵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要向這個世界去宣告 去證明 去給人知道 這個世界有神 耶和華 你就是我們的上帝 求主你幫助我們 賜給我們力量 給我們有健康 給我們有精神 給我們有正面的心思意念 我們有鬥志 去在這個世界上面 為主你福音的緣故去努力 主多謝你 我們同心的討告 奉耶穌的名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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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星人 阿門 gr疆 吉他